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悲惨的境地啊 为了防止悲惨的境地 我们是非常感谢我们林秘书长 在2003年04年 那个阶段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什么 研究台湾的地位究竟是什么 然后他有很惊人的发现 这个惊人的发现就是 根据救世上的合约 台湾的地位是未定的 根据救世上的合约 跟国际法跟军事战略法 跟战争法的原理 台湾是日俗 到现在还是属于日本的土地 只不过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是战败国 美国是战胜国 所以被美国占领 但是因为美国他当时在战后的时候呢 他可能人力不够 所以他就委托蒋介石集团 来占领这个地方而已 但是没有想到 蒋介石集团本来就是贼嘛 本来就是贼 也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坏事做尽了贪污腐化了 所以中国人民把他赶走了 赶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很败有呢 我们很败有呢 那时候我们很多我们的先辈 我们的前辈 现在八九十岁一百岁左右那些人呢 有的死掉了还没死的 他误以为他是汉化以后 他就是汉民族了 我们都是平补族 我们都是本土台湾人 但是因为汉化了 就以为是汉人了 所以他当时是回归祖国了 他就欢迎这个蒋介石集团的军队到台湾来 一直到二二八事变发生 精英被杀殆尽 他们才大梦出行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军队有枪杆子 本土台湾人没有枪杆子 帝国到蔡都 总抵不过 抵敌不过那些枪杆子 所以只好大家怎么样 低声下气 忍耐了六十五年啊 各位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 有很多职业学生 军训教官 带领很多职业学生 每一班都有不是只有一个 一班都有好几个 我们不晓得谁是职业学生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就有同学跟我说 跟我警告 让我下了一身冷暗 你什么时候讲什么 你什么时候讲什么 哇 他说 那个烧行南街那边 我是台大法学院的嘛 他们每个礼拜都聚会 然后每个礼拜都检讨那个 蔡某某啊 我姓蔡嘛 那个蔡某某 不加入国民党啊 然后呢 他很醒乖 哎呀 一定要注意他的言行啊 我一个同学去 参加那个 他们的会议啊 他可能是要被吸收嘛 那个人 姓蔡 大概 有人要吸收他 因为他 很喜欢跟人家打交道 结果他去参加他聚会以后 回来 他那时候还不是国民党 回来跟我说 你要小心哦 你要小心哦 他每次都要检讨你哦 我想我大概 他当时大概很大胆 事实上我当时也蛮大 因为我读了很多奇奇怪怪书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在高中时代啊 我就怀疑 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 我说奇怪呢 美国打台湾啊 我那个住在 我是住在 佐佐佐西北岸的人啊 美国的空军去轰炸铁桥啊 美国空军去轰炸火车站的那个仓库啊 那个稻米啊稻谷啊 都被轰炸仓库以后呢 稻谷就散开来就烧了就 变成爆米花 我老爸还拿本机去弄爆米花回来煮啊 我那时候还 我那时候还没吃到 因为我是六年才生的 我没有吃到 我说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很多 我说奇怪呢 美国打台湾为什么中国来占台湾 那这没有道理啊 这个怎么是蒋家 蒋家的军队来占台湾 我就觉得没有道理 当时在高中时代我就怀疑了 我就一直怀疑了 而且那个教官的军训教官 凶八八凶八八 你这个什么会骂我们嘛 比如说我稍微微继一下就就就就就骂 骂起来 所以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这些这些中国人怎么这么凶 原来是军事统治的 当然是他是军事占领 那不肯怎样 我们在那年轻的时候书看多了 1960年雷震不是被抓去关了吗 胡适气死这个在中央研究院里面 其实那一次1960年已经 1960年我已经出二了 国中二年级了 国中二年级了 但是我在1962年进入章中 章话中学的时候 我就看很多文型杂志 看很多自由中国 他们就在骂这个蒋介石 我就想一想 这个蒋介石啊 他在每一次文告里面 讲了好像他是很伟大的人 然后呢这个国民党的宣传都说 对台湾多好多好 但是呢为什么 为什么有胡适这一派 自由主义者一直在骂蒋介石 我想里面一定有文章 还有我在想 我当时就很聪明了 我在想说 如果他是一个好的领袖 他是个民主救星 怎么会从中国赶出来呢 被赶出来呢 这是我很大意义 这很简单的道理 我就开始怀疑了 如果他是伟大的救星 如果他是民主救星 他是那么好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把他赶出来 赶来赶去 赶到台湾来 所以啊 我这两天看后腾新平律师 看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 他说 这个国民政府在台湾来做很多建设 都是假的 都是后腾新平那8年做出来的 他建铁路啊 从基隆到高雄 本来这个流命船只有基隆到新竹 他把他新竹延伸到高雄 然后呢把整个这个铁路都透过 还有新建很多支线嘛 到屏东的啦 还有我们二水到极极的啦 很多支线 他为了要开发资源嘛 然后这个 关于这个水利监视农业方面的发展 8.1当时就开造那个 那个那个物餐头水库啊 还有16万公里的这个灌溉渠道之类的 我们都深受其慧啊 我们种田的农家都大受其慧啊 所以基本上很多建设都是日本时代 甚至于 我记得20年前还是15年前啊 这台北市的这个下水道有百分之30 大概百分之37% 是全台湾最高的 而百分之37%都是后腾新平当时做的 以后都没有增加 后来因为很难堪嘛 马英九在当市长的时候 有粥一点点有粥一些出来 这基本上台湾的现代化 是后腾新平那些年做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今天啊 老师说 如果充分的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 就知道我们的责任在哪个地方 我们很幸运 能够说在这个李秘书长的那个法理论述底下呢 他不但作而论述 而且起而实行 开始追求法理论识的实现 我个人能够在这段期间 跟着李秘书长 来做这些实务的工作 来带领我们年轻一辈 来学习这个法理论述 法理建国的这个主张 同时呢训练各位同学 变成一个台湾法理建国的建兵 我个人感到非常的荣幸 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学习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年轻起来 而且也就是雄心万丈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一点事情 我希望各位同学跟我一样 什么事情都不要想 好好读书 好好锻炼身体 好好地学习法理建国的论识 好好为台湾做一个重要的工作 为台湾走出一条康庄的大道 谢谢各位 谢谢 起立 立正 走 请坐 要睡10分钟 会上次 感谢观看